来吧,咱接着说春茶 每年三四月份是茶叶销售最火爆的季节 但是这个时候也是最鱼龙混杂的 比如南京的雨花茶就经常出现以次冲好 或者干脆就是外地的茶叶冒充 那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 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好茶和坏茶呢 我们今天就来学几点 南京茶叶协会名誉会长陈胜峰表示 售价过低的雨花茶要么是陈茶以次冲好 要么就是外地茶叶冒充 而所谓的外地雨花茶并不能够称为南京雨花茶 根据国家定理标志产品保护的规定 在南京区域范围内工艺生产的 我们才能升之为叫雨花茶 当然我们根据国家定理标志产品保护的规定 我们还要向这个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保护部门 比如说先要向我们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各个区限去申报 为了保护雨花茶的品牌 南京茶叶行业协会推出了雨花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如果买到的雨花明前茶包装上没有这个标志 很有可能是假货 在雨花明前茶上市的时候市场上往往会出现保鲜茶 冒充新茶销售的情况 那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应该如何辨别呢 这是保鲜茶 这是保鲜茶 市值已经 它这两种看 它有 如果说从色差上面来说 它是有区别的 可能这个已经枯 这种枯环了 或者是已经成化了 这种新茶 很绿 所以说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 你怎么去禁别 如果说这款茶 成茶的话 我们在市场上没有办法去禁别的话 那我们只能说抓一把茶 我们通过自己的 然后通过我们这种日期 再闻闻看 你再闻闻看 它是有成花 它有成味的 是的 有成味的 新茶 新茶的话你抓一点 你看 对 没有 它是有典型的新茶香 专家表示 新茶的特点是色泽 气味 滋味 均有新鲜爽口的感觉 而存放一年以上的陈茶 却是色泽枯黄 香气低沉 特级羽花茶全部采用芽头炒制 销售价相对比较高 但等到羽花茶大量上市之后 将采取一茶一叶 一芽多叶的比例 炒制羽花茶 这样就能够将茶叶的价格降下来 以符合大众消费要求 咱各种茶类都适当地尝一尝 是吧 还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多种元素 多优优独播剧场上市场 go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